那劉處長過去也曾經服務於基隆市教育處 然後他在來以前是擔任新北市這個特教教育局特教科的科長 那能夠邀請他回來為基隆服務特別感到開心 那我們今天碰面的時候我也特別拜託他 因為小愛爸爸也是一個特教孩子的家長 所以我特別也請他擔任處長 未來也對一般孩子但也對特教的孩子要多用心來協助跟幫助 基隆市是一個非常有愛的地方 那我們在教育裡面其實拔尖扶弱更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們每次在談的就是拔尖扶弱顧中間 每一個孩子在視性養財的部分 期待能夠讓所有的家長安心 那在整個教育處之前所有的處長還有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 奠基了非常好的基礎 那相信我在國良市長的一個領導之下 我們能夠再串我們基隆教育美好的一面 然後也能夠教育A plus 那我也很開心他能夠來到這個基隆回鄉來服務這樣子 所以我也跟侯市長有當眾通上話 那他也說哎呀美蘭真的是很優秀的公務員 不過你們基隆如果有這個需要他也願意來幫忙 新北願意支持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非常感謝新北的大力支持 在這個公務處跟在教育處 都是新北市很優秀的公務員來擔任我們的首長 謝國良市長說歡迎劉美蘭處長加入市府團隊 未來也期許教育處能盡力為孩子的教育 用心服務與協助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